然后最后呢最后再用这个稍微重一点的黄 再去给它收拾收拾 这就是一种异象的一种画 一种画 然后再用这个稍微浓郁一点的黄 藤黄啊 这个不要太湿了 这个不需要太湿 然后就比较干吧 比较干一点 然后就开始怎么样 你给它想 比如你该让它哪儿哪儿 哪儿 提一提吧 就是提一提 我现在是提它的 稍微浓郁一点 特别浓郁的黄 稠一点 但是也不能太稠 就开始提它一下 把它让它再让它跳运一下 就让它亮的部分再亮一下 亮了横一点 甚至让它干 有些干的这个存在在里头 这样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你看 你看 这个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要追求一种就是 比较喜意 并且比较这个有意境的 有意境的 那么我们可以落款落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是落款呢 也可以落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落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落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是 然后呢 你如果你还可以收拾 比如你加点这个珠标啊 藤黄啊 再给它收拾 都可以给它 就是看着 最后哪一点 不够啊 去收拾 比如这块 我可以再 把这个颜色 让它更加的醒目 你看 藤黄加珠标 刚才咱们是用了纯黄了 干一点的黄 是吧 就现在写着 你看写着 再给它 对比色 把它收拾 收拾出来 这是一种气氛吧 你让大家去 看要怎么去画这个气氛 是一种 又是一种效果 去画 好 大家可以去尝试 这节课咱们就上到这 就可以去尝试尝试 好